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10月23日 星期一 歡迎收聽今天新聞 我們首先看兩岸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以哈衝突進入第14天 根據美國國防部21日發布的聲明 防長奧斯丁和總統拜登就伊朗及其代理人部隊 最近在中東地區的行動升級進行詳細的討論後 當日指示採取一系列額外措施 進一步加強美國國防部在中東地區的力量態勢 奧斯丁在聲明中宣布 將艾森-豪威爾號航母打擊群 調往中央司令部責任區 並啟動部署一個薩德系統 同時向整個中東地區增排一批外國者防空導彈系統 加強對當地美軍的保護 此外 奧斯丁稱 他正在下達準備部署增援部隊的命令 但他並未透露具體人數 奧斯丁說 他將繼續評估 美國是中東地區的兵力態勢需求 並在必要時考慮部署更多能力 美國軍隊時報稱 美國海軍第六艦隊的主力旗艦 威特尼山豪兩棲指揮艦正趕往中東地區 該艦是2011年北約發動里比亞戰爭的戰術指揮中心 意味著真正大戰就要來了 該軍艦是一手裝備有指揮 通訊和情報系統的指揮艦 能夠高速處理大量陸戰 空戰和海戰數據 是美軍前線指揮部 也是美國本土直通白宮通訊指揮中繼站 而就是中東局勢極為敏感的關口 中共有6艘軍艦正在中東地區 其中還有4艘戰艦力極強的新式軍艦 這個難免在國際上引發一些猜測 與此同時 漢亂社報導 總統韻石月在21日啟程前往沙特阿拉伯 將在當地時間21日飛抵沙特首都利雅德 夫人甘建希張陪同出訪 報導稱 就算以巴衝突加劇 中東地區局勢緊張 但總統出訪將如期進行 尹石月將先後對沙特和卡塔爾 進行國事訪問為其6日 尹石月這次出訪主要就基建、能源、建築等領域 加強與沙特與卡塔爾兩國的雙邊合作 並進一步拓展合作範圍 尹石月還將與兩國首腦 討論中東地區衝突引發的安全局勢問題 還將發布政府人道主義援助計劃 俄烏戰爭以來 中西方兩大陣營形成對壘局面 近期爆發的以下衝突加劇作為一種趨勢 就算以色列努力平衡與俄羅斯中共的關係 但中俄兩國都公開敵視以色列 這個或是以色列漫漫沒有想到的 以哈衝突激烈交火之時 10月10日中共在北京舉辦了 第三屆一帶一路峰會 場面寒宣 西方國家領導人基本缺席 來的多數是全球南方的小兄弟 這樣令這個當初以經濟為主題的論壇 反而充滿了強烈的中西陣營對立的地緣政治色彩 這次峰會是在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恐怖襲擊背景下進行的 觀察人士普遍認為 哈馬斯敢於以小擊大 背後不僅是伊朗 同時還有俄羅斯和中共 俄羅斯、中共與伊朗結盟的態勢更明顯 中共亦似乎放棄了以往在中東問題上小心翼翼的平衡做法 恐怖襲擊發生後拒絕譴責哈馬斯 甚至連哈馬斯的名字都沒有提及 在稱呼上取而代之是 以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 這令以色列非常失望 10月14日中共外交部長王毅 與沙特外交大臣通話時 首次批評以色列的行為 以超越智慧範圍 應該停止對加沙民眾的集體懲罰 在第二天與土耳其外長的通話中 中共外長明確表態 將恐怖襲擊歸結為巴勒斯坦生存權長期不能落實 中共將繼續站在和平公道一邊 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維護 自身民族權利的正義事業 知名政論家橫河 在他們的節目《橫河觀點》中說 中共這次很可能在中東戰略上有一次新嘗試 甚至可能已經確定了一個中東戰略 不再假裝中立狀態了 真的要站在一方了 雖然中共一直支持巴勒斯坦 好像這次這麼明顯的站隊 我記得是第一次 如果放到更大的國際環境下 不難發現 這次移哈衝突就更不簡單 它可能是俄羅斯 中共與伊朗聯合挑戰美國領導的 全球秩序的一次操練 而在這個過程中 真正的戰爭可能已經不再是槍炮 而是爭奪全球華語權和人心 俄羅斯、中共與伊朗正在形成一個新的軸心 這三個國家政治制度與以色形態上雖然不同 但因反美利益而結成同盟 在這次移哈衝突中 三方都公開敵視以色列 似乎出自陣營的立場 而非雙邊關係 因爲就雙邊關係而言 以色列一直以來試圖平衡與中共、俄羅斯的關係 在俄羅戰爭中 以色列拒絕了向烏克蘭運送武器的所有要求 而與中共的關係上 以色列深度參與一帶一路 也是西方技術輸出中國的後門 伊朗幾個月來一直在尋求同一條戰線來對抗以色列 這三個國家對以色列的一致譴責 可能是一種反美、反西方一致的陣營行為 實際上早在2019年12月下旬 俄羅斯、伊朗和中共 就在印度洋和阿曼灣舉行海軍演習 努力打造一個反美集團的形象 2023年7月4日 正值美國國慶日 伊朗加入由俄羅斯、中共主導的上海合作組織 特拉維夫大學東亞學系漢語言學 與東亞學終身教授張平 在推特上說 以色列還是一帶一路國家 而且不是名義上的國家 是真刀真槍參與進去的 以色列兩個最大的戰略港口 海法港和阿什道德港 都是中國人手中 美國軍艦去以色列 都不敢靠港 美國的兩艘航母進軍中東 直接告訴伊朗資不要輕舉妄動 這不難看出 美國才是以色列的堅強後盾 現在以色列對中共不譴責哈曼斯的行為 感到非常失望 而對以色列來說 對中共的誤判是否一次深刻的教訓 這樣作為美國的盟友 以色列一次會對中共進行去風險化嗎 在這個問題上以色列似乎沒有退路 中非人外交衝突持續上演 中共海警局22號聲稱 難阻菲律賓向人外交 坐灘軍艦運送物資的船隻 菲律賓隨後也證實補給船隻遭難阻 炮轟中共海警船危險、挑釁 導致雙方船隻傷撞 讓菲律賓一艘船隻被撞到塌陷 甚至另一艘補給船的後處也被撞斷 美國立即對中共的行為愈以譴責 菲律賓22號公布畫面 控訴中共海警船如何危險 難阻菲律賓補給船隻 導致補給船及菲律賓海岸防衛隊船隻被撞到受損 菲律賓政府一個工作組表示 碰撞事件發生時 兩艘菲律賓補給船在兩艘菲律賓海岸警衛隊船隻的護航之下 前往環超運送食品和其他物資 在星期日上午發生的第一宗事件中 中共海警5203號船的危險攔截動作 導致這艘船與菲律賓武裝部隊 有合同的本土補給船 原來是未跳相撞 菲律賓方面聲明說 中共海警船的挑釁不負責任和非法行為 危及了船員的安全 中共海警給出了不同的說法 說菲律賓補給船故意越過正在例行執法巡邏當中的中國船頭 導致輕微碰撞 另外菲律賓表示 菲律賓海警船BRP喀布拉號的左側 在航行時被中共海上民兵00003號船撞到 中共海警表示 菲律賓船隻改變航向 導致船尾與中國船隻相撞 這是最新一次中非爆發爭端 美國駐馬尼拉大使馬麗海卡爾森在X上發帖說 美國譴責中國最近破壞菲律賓向亞雲金錢攤 執行合法補給任務的行為 此舉將菲律賓軍人的生命置於危險之中 卡爾森用的是共產中國正式名稱PRC的宿舍 以及菲律賓使用的人外交名稱宿舍 他補充說美國將會與盟友站在一起 幫助保護菲律賓主權 並支持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區 菲律賓特顯部隊表示 儘管遭到中共海岸警衛隊的封鎖 兩艘菲律賓海軍船隻當中的一艘 仍然切髮繞過中國船隻 向駐紮在BRP Sierra Madara 軍艦上的小分隊運送物資 20號受颱風三巴影響 廣東茂名受到暴雨襲擊 城市嚴重浸水 一名女子用800元將新買的汽車用吊車吊上樓頂 引發熱意 當日20號凌晨 廣東茂名發布暴雨紅色預警 街道一片汪洋 河水已經浸過河堤 沿河一樓的住宅商鋪被浸 很多汽車浸在水中 地勢較低的地下車庫和地下室 亦出現洪水倒灌 很多車被沖走 花錢將外車吊上三樓的陳女士說 洪水過來啦 沒想到這個水那麼大 這輛車是新買的 吊上去給浸在水中要好 我們這一條街的鄰居都在吊車 有些吊到六樓、七樓 我吊到三樓 吊車平均收費600元 昨天19號收了800元 我想2000元我都會給他的 對此引發網友熱意 紛紛稱讚他的主疫苗 網友說 多好啊 車浸了水就不是800元的事情了 好主意及時止損 如果說雨水真的好大,又長時間,確實這樣好得多 淺不淺是一回事 維修也要時間,而且心裡不舒服 有網友建議 整個超大的塑料袋包起來就好了 網上見過有人用,效果很好 當地網友表示 茂名的這次洪水很大,整個街區都浸了 水位高到深口的位置 茂名市教育局20號緊急發布停貨通知 全市學校立即停貨 有短片顯示 當地一家學校位於河邊 學生們響暴雨中撤離 此時河堤開始崩塌 孩子們隨時有跌落河的危險 河對面路人急到對著學生大叫 快走話河堤跨落 另一段短片顯示 由於河堤攤塌 一名婦女跌落河,差點被衝走 她抓住了一棵樹的樹枝 在這個危急關頭 岸上三、四個市民合力將她救了上來 近日,塔利班出席中共召開的一帶一路論壇後 提出由華為幫塔利班政府 在他們的國內所有省份安裝先進的閉路電視系統 學者指出中共違反人權輸出數碼的權 給塔利班恐怖組織 此前8月,阿富汗內政部發言人在推特上發文 稱副部長穆赫塔爾在赫布爾會見華為公司的代表 路透社近日報導,阿富汗內政部發言人證實 塔利班已就相關計劃與華為展開接合 台灣黎智協會執行長賴榮偉對《大紀元》說 華為用高科技幫助中共監控民眾 甚至透過AI來判定你是否效忠 中共違反人權 而且對外輸出數碼的權 將這樣的經驗提供給塔利班政權 當然會令塔利班更有能力鎮壓內部反對勢力 甚至還可以監控外國人獲取情報 而華為設備內的資訊還可能回傳北京 塔利班代理商務部長阿齊芝 19日對路透社說 塔利班希望正式加入中共一帶一路 中共一帶一路深陷債務陷阱爭議 現在由張同、策名超注的恐怖組織 塔利班正式合作 賴榮偉指 華為設備有零資訊外洩 情報滲透的功能 中共政府法規也允許國安系統 從企業得到個人的人私資訊 這使得外商和外資也會擔心中共的介入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中共輸出數碼極權幫助塔利班恐怖組織 這就是一種中共威脅論的體現 歷史學者李源華稱 中共最近不加嫌識地和恐怖分子站在一起 實際上它希望世界越亂越好 這些不安定的組織 中共覺得有利用價值 拉榮偉說 台灣人要了解共產黨的邪惡本質 其實真正破壞兩岸和平的就是中共 他感慨台灣還有些人在配合中共認知戰的做法 例如宣傳、疑美論 或一直在詳衰台灣 希望這些親共的人能早日覺醒 以色列傳媒揭露 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部分成員 7月攻擊以色列當時 而此服用了被稱為聖戰藥丸的非法興奮劑藥丸 本甲錫林又譯為芬奈他林 很多弊命的哈馬斯士兵的口袋裡 都手出這種藥物 芬奈他林也被稱為窮人的可卡恩 最初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 由德國公司德顧蔡製藥集團生產 用於治療注意力缺陷障礙 發作性碎病和抑鬱症 它具有高度成癮性 會產生因快感、抑制食慾、減少睡眠需求 並提供持續的能量 但可能引起精神病反應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 因為副作用大 芬奈他林被撤出市場 雖然官方停止了生產 但一些剩餘庫存被走私到中東 由於製造簡單及價格便宜 芬奈他林在中東十分流行 特別是袈裟成為了該藥物的流行市場 很多年輕人上癮 芬奈他林被受中東極端組織喜愛 伊斯蘭國恐怖分子出虛它為聖戰若縣 據稱它可以讓人更警覺和好鬥 肌肉力量和耐力更好 不會感到害怕和飢餓 大大提升戰鬥力和士氣 據以色列十二頻道電視台等報導說 發現了哈馬斯成員使用芬奈他林跡象 在被以軍俘虜的哈馬斯成員身上 和戰後發現的哈馬斯對原屍體的衣服裏 發現了芬奈他林藥片 芬奈他林現在已經成為敘利亞的主要產業 並得到黎巴嫩真主黨的積極支持 芬奈他林為敘利亞帶來豐厚的利潤 遠遠超過該國的合法出口額 估計哈馬斯、松約旦或敘利亞南部獲得了芬奈他林 但供應商應該就是真主黨 多謝收聽這節的今日的新聞再會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